其实以结石来讲 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大小 第二个看到是它有没有造成肾脏的阻塞 其实像我们做这些手术 都是要减少结石的疼痛 流血 甚至造成一个肾脏的损伤 酸痛 其中最伤害的是两种 一种就是造成肾脏的阻塞 我们知道一个肾脏如果被塞住之后 它可能会在几天之内 这个肾脏会不大制造尿液 甚至在阻塞了超过三个月之后 肾脏可能会造成无法恢复的功能 我想一颗肾脏 我们换一颗肾脏是那么的辛苦 但是被一颗石头就可能把一个肾脏给毁坏掉 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有时间压力 第二种就是感染 一个肾脏里面可能会长污纳垢 造成我们的尿里面就会产生了细菌 而且我们无法用抗状素完全清除它 因为它会藏在我们的结石里面 而这个部分肾脏感染会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甚至造成肾脏永久损伤 造成以后包括高血压 肾脏结巴 甚至一些蛋白尿都会跑出来 所以结石来讲 我们有些病人通常是用疼痛来反映他自己 到底有没有结石问题 我想那是很不可靠的 那是很不可靠的 他可能会需要 有时候有一点症状就需要来 有医生这边去评估一下 有没有肾脏肿 有没有尿路感染 那有没有还有身头的大小